一段时间不见 再见到阿梦 小鱼几乎认不出他了 阿梦被阿鸦关在距离学校不远的 一户明居的地下室里 恶鬼折磨他的方式 是往他的身上涂抹肉泥 涂上一层干了之后又是一层 如今不知道涂了多少层 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肉球 在地上滚来滚去 只有投入在外面 他的神情呆滞眼神惊恐 好像已经崩溃很久了 尽管对阿梦的骄傲不以为然 但看到他的样子 小鱼还是生出了无限同情 他是探着问阿鸦 阿鸦 他毕竟是你喜欢过的女生 你就不能放了他吗 这不是我做的 我说了 我也被鬼控制着 对了 那个恶鬼为什么要害死东哥呢 他会不会也利用你杀死我或者萨伯 东哥的死是因为他冒犯了鬼 他并不相信你的话 就跑来找我 当着我的面说世界上就算有鬼 也会怕他胖大眼 所以鬼就处罚了他 至于你和萨伯 那个鬼驱使我警告了你们 却没有杀你们 所以只要你们不多事 我想他应该不会杀你们的 听到自己生命无忧 小鱼稍稍安心了一些 这时阿梦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听着他的呻吟 阿鸦也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小鱼心头一软 下意识地问 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呢 你真的愿意帮我们吗 我 我也只是说说 我能帮什么呢 你可以帮很多的 小鱼悔之玩意 阿鸦定了定神 郑重地说 你知道的 我的身体白天归我 夜晚归那个鬼 所以每天日落时 就是那个鬼和我的魂交接我身体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最弱 你只要帮我在我们交接的图书馆天台上摆一个锁魂阵 在那个时候把我拉进阵里去 就能杀死他了 小鱼眉头紧锁 不知是不是该搭婴下来 而阿鸦已经将详细地告诉他该如何摆阵 用什么工具 并给了他一种未防万以保护自身的咒服 小鱼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这件事 时间很快到了傍晚 准备了一天的小鱼 看着图书馆的楼顶 心里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突然 他感觉到后脑传来一阵剧痛 随即便失去了意识 将小鱼打晕的人 正是萨伯 萨伯经过昨晚一整夜的惊吓 已经草木皆兵 看到小鱼故意摆脱自己 他就产生了怀疑 他偷偷地跟踪了小鱼 听到了小鱼和阿鸦的对话 也看到了地下室里的阿梦 还知道了阿鸦和小鱼的杀鬼计划 萨伯动了小心眼 他想 阿鸦既然已经和鬼合作了那么久 就算是他身体里的鬼被杀死 他自己本人也有了些鬼的能力 自己已经得罪了小鱼 如果让小鱼成了阿鸦的恩人 只怕小鱼早晚会利用阿鸦的能力 报复自己 所以他决定夺过小鱼 这个讨好阿鸦的机会 打晕了小鱼后 他从小鱼的身上掏出护身符 贴到了自己身上 随后他拿着小鱼准备的工具 和锁魂阵的图纸 跑到了图书馆的天台之上 萨伯已经摆好了阵法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 阿鸦却没有出现 萨伯焦急而忐忑地等待着 半小时候阿鸦才出现 而且带着已经变成肉球的阿梦 顾不得害怕造型恐怖的阿梦 萨伯陪着笑脸跑到了阿鸦的面前 小鱼那小子不仗意 虽然对你满口答应 但实际上根本没打算帮你 幸好他对我说了你们的事 所以我打晕了他 跑来帮你摆了这个阵法 看到等待自己的人是萨伯 阿鸦微微有些皱眉 但是听了萨伯的话 他露出了笑容 好 谢谢你 时间不多了 你现在帮我把阿梦抬到这里去吧 我不要抬去吧 identification 我是在这里 我照顾你 给我把各位感觉 我把妳的 我来吃 我来吃